同樣是台北市的BOT案 另外一個案子顯然更棘手 那就是大巨蛋案 台北市廉政委員會還漸情要移送檢調 調查總統馬英九 前財政局長現任的證交所董事長李樹德 涉嫌突立 今天李樹德表示 他過去在北市府任職的期間 是盡心盡力 現在一切爭議依法行事 在雜誌創辦人高熙君 以及財政部次長吳當傑 陪同下緩緩步入會場 面對記者提問 李樹德停下腳步正面回應 我想我們做事盡心盡力 為了台北市的建設 大家都看到盡心盡力 凡是依法行政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盡心盡力依法行事 八字真言簡短回應 但被問到要不要去台北市政府 與柯文哲聊一聊 李樹德尷尬快閃步入會場 銀行其實不是為富人而設立的 銀行也不是只有服務 少數懂得財務理財的 這一些富人來設立 而是應該要怎麼樣能夠 把利益分享給大眾 目前我們房地合一課徵 所得稅的部分 基本上也是希望能夠 讓我們的資源更合理的配置 財政部政務次長吳當傑 大力宣傳租稅公平政策 台下的證交所董事長李樹德 因為過去擔任北市財政局長時期 被質疑有徒利財團之前 正受到台北市政府 以及社會嚴格檢視 現就任財經官員 作為相去甚遠 也讓這場探討金融與美好社會的活動 看來格外諷刺 UDN TV 吳家邱欣宜 台北報導